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姐姐工作关系最紧密的这几个人里 也许就藏着飞 紫童的问责函发过来的 十分钟后会议是开会 王昊 你真的失忆了 我是袁凯啊 我们之前一个小组的 徐晓琪跟秦琴 是另外一个小组的 乔飞是我们的领导 刚刚说要开会的内容就是 半年前紫童那个项目 你还有印象吗 那个项目清算数据出了点问题啊 我们很可能会被追责 不过很清楚的记得 最后 欣赏 是徐晓琪他们做的 你们很闲吗 闲的话 就替我和秦琴分担一下工作 我们交换一下 清算就我们来做 这些 你们来 要不要严 所以呢 他们肯定会给我们泼脏水 我们一定要要定的是他们做的 袁凯刚才和你说了什么 没什么 他是不是又扫着你了 又 做最后清算的那晚 我还对你动手动脚 被我俩看见了 温浩 先闻来回家呗 你们很闲吗 闲的话 就替我和秦琴分担一下工作 反正清算你自己一个人能搞定 就把温浩借给我们了 你们要不要来 你们要不要来 所以 你们没有拿走清算的 袁凯那个新稷男 果然还在针对他 财务部的这些人都各自抱腿 姐姐之前是得罪了某边的阵营吗 你怎么感觉 要先担心的是我自己的身份 不说了就这样 他这么着急挂电话 不会是想专心对付我吧 你骗得了别人 但骗不了我 果然 他还是在怀疑我 要不要帮你唤醒一下气 我要去 他难道又想对我 如果今天项目为款打不过来 我们就法题上见 你是不想别人进来 就我们两个人 多出谋 怕你认不到 怕你击到人 这女的在公司电梯里的行为请追平 他不是当自己家了吗 财务部温好 啊 欢迎温好归队 接下来说一下正事 子彤那个项目的清算 是哪个组负责的 清算一直是袁凯和温好负责的 一开始确实是这么安排的 不过后来出了些小意外 温好你还记得吧 他之前有骚扰过我 被我拒绝后怀恨在心 让我为他背了字黑锅 如果这次再让袁凯得逞 小齐就要失业了 所以 温好 我们必须要勇敢一点 一会儿 你一定要承认 清算是你们A组做的 我会站出来证明 那晚你没有做清算 而是和我们在一起 嗯 那天晚上清算的时候 许小琴和琴琴来找我和颜凯 说 需要我们过去一个人帮助他们 那你们最后叫走了谁 我们叫走了 袁凯 所以 最后的清算是你们做的 掉进他们三个跟我说的套里了 乔总监 子彤的陈总 又打电话了 下午的负责人找到了吗 项目的负责人找到了吗 是温好负责的 让温好和子彤的陈总解释一下就没事了 毕竟没有他搞不定的男人们 你什么意思 照片都发在群里了 就不用装无辜吧 这是温好的隐私 咱们要尊重一下 对吧 这可不是在他家哦 是在记忆的电梯里 乔总监 你看呢 谈恋爱是你自己的事 但在公司 麻烦注意一下影响 乔总监 我 根据西装越贵人越丑定律 这个男的大概率是个 又老又丑的秃头男 和这种人比较好 不认在一起 大家懂的 你还蛮会分析的 还有啊 你不会是被骗财又骗色吧 这个凶针看起来这么廉价 不会是网上批发的吧 不过 这个凶针怎么这么厌熟 没错 照片里的人 就是我 是我从法国一个设计师 品牌那儿买的 确实不是什么大牌 对 对不起 徐总监 还有 我会好好努力养护我的头发 努力不做头头的 我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今天早上 电梯的人有点多 温 好 不小心撞到我 不过已经道歉了 乔总监 温好的事情 就由你来指导处理了 子彤其实不想追究责任 只要纠正错误就好 刚刚有点小题大错了 好 你们先忙吧 温好在财务部待不下去 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 大意了 没想到财务部的水这么深 第一天我就 对不起 温温 我是不是吓到你了 弄疼你了 他就是灵渊 姐姐的秘密恋人 我就是太久没看着你 太开心了 这半年你都去哪了 夏凌总 我们很熟吗 我因为车祸 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记忆 所以我 所以 你把我们在一起的事情 都忘了吗 你吓到我了 我 我得好好消化一下 先这样 拜拜 必须得解决和灵渊 这层尴尬的关系 要不然迟早被他撞破身份 有没有空啊 今晚一起吃饭 你们搞了个连环计 让我背锅之后 还不放过我 还想搞个丑男劲 其实我说的就是真相了 你要相信许小琪说的话 我也没办法 再说 我也犯不得要得罪他们 除非 除非你跟我 以后才有不化妆 我愿意为你得罪许小琪的 就你这怂样 还不够他们撕的 请你自重 问好问 你听我讲 你听 我男朋友来了 麻烦离我远点 不好意思啊 记 好吧 那我就勉强做你们男朋友了 我只是权益之解 请你不用当真 谢谢 再见 上了我的车 你觉得我会 轻易地放你下去吗 你可是社会精英啊 请不要开这个玩笑 我 思文败累 知道吗 白天越是压抑自己 就越关不住心里那头严手 你不要乱来 小心我在公司曝光你 副驾驶的门出了点问题 你从里面打不开 你们财务部的人 好像都不是很喜欢你 要不要考虑换别的工作 我帮你推荐 不用了 我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搜索的 如果有需要 我随时都在 乔总监说 这份文件下午五点 每次送到紫松 周五可能会堵车 我还是现在去比较保险 本来只是想说 让他喝了安眠药 睡过去 错过送资料 结果他提前这么久出发 万一陌生开车睡着了 怎么了 光红尝尝 我好错拿了我的杯子 你的水瓶放了安眠药 然后你刚刚发现 他开车去送资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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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刚刚不是去送资料了吗 资料我已经送到了 你误喝了徐晓琪 忘了安眠药的水 差点出事 还好我赶到了 谢谢啊 还好遇上了你 真幸运 不是幸运 是我一直在关注你 等你记起我的时候 我 我真的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 好 就当是我的执念吧 不过你记起我的时候 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喂 小林总有事吗 现在吗 但是我 有什么紧急的事吗 今天谢谢了 这不是能缘偶尔回来住的地方吗 约她来这里 不可能是为了工作 不像我 女朋友都已经失联半年了 该不会她那个失联的女朋友就是 我 这里是 那种酒店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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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